女孩被养父骚扰多年 这天养父又对他动手动脚 还软硬坚持CPU女孩 女孩再也无法忍受眼前的禽兽 于是他用力挣开养父的手放狠话 说自己和他从来就不是一家人 恼羞成怒的养父一把将女孩摁在床上 解下皮带狠狠往女孩身上抽去 看女孩试图反抗 养父又掏出钥匙链捆住女孩双手 挥着皮带一边咒骂一边用力抽打 一下又一下直到历劫 这时外出的养母突然打开门进来了 然而他似乎对此情形早已习以为常 伴随着男人野兽般的低吼 养母会溜溜地关上门离开 这场失孽行为仿佛没有尽头 女孩趴在床上默默承受着一切 眼神终于满是绝望 之后变态的养父为了将女孩禁锢在身边 更是使出下三滥的招数报复女孩 她在学校宣传栏举报女孩陪酒陪睡 还附带女孩的裸道 企图让女孩退学 不仅如此 她还来到女孩工作的舞厅 搬出自己的关系威胁老板辞掉女孩 解决完老板 养父又找到女孩的男朋友 一通打压要男朋友跟女孩分手 一顿操作下来 养父直接斩断了女孩的关系 面对造谣女孩无力辩解 但让她更崩溃的是男朋友的态度 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 我可以不往心里去 但你以后缺钱了能不能跟我说呀 我可以挣啊 言语中的不信任刺痛了女孩 从小被养父骚扰得她心思敏感 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的喜欢 于是她表示 自己没有资格和男朋友在一起 希望两人以后都不再见面 分完手 女孩心神俱疲地回到寝室 却发现室友正在说她的闲话 言语间禁食鄙夷和嫌弃 女孩彻底被全世界孤立了 这也为她后面的黑话埋下了福利 丧心病狂的禽兽养父不知道 让她千百倍地尝尽自己酿造的恶果 这个女孩和闺蜜喝酒满醉 谁料闺蜜竟给她下药 转头就将女孩送到了富商的床上 第二天 坦遭侵犯的女孩 披头散发眼神躲闪 浑浑噩噩噩来到打工的舞厅 向老板提出离职 而闺蜜坑了朋友却毫无愧意 还在女孩下班的路上 和同事谈笑 意气风发请人消费 失魂落魄的女孩看到闺蜜想躲开 反倒是被闺蜜追了上来 罗总说 反正咱们都那么熟了 她想找一天 让咱俩跟她的酒店玩去 女孩怒从心起 连扇了闺蜜两耳光 歇斯底里地冲向闺蜜 却被闺蜜一把带到墙上 崩溃的女孩质问 她为什么要这么 我害过你吗 你没啥这么对我 是你自己喝醉了 愿得着我吗 随后闺蜜还火上浇油 话里话外 都在暗示女孩 不再是那个清高的大学生 大家都一样 谁又比谁高贵 我陪人喝酒赚钱 弹钢琴赚钱 都是为了钱 不比我多啥 说完扬长而去 留下女孩摊在墙上 眼里满是屈辱和愤怒 原来就在几天前 女孩在舞厅弹琴赚钱 负伤一眼就被 楼下清纯的女孩吸引 她起了歪心思 大手一挥就是几十个花篮 重金打赏就为了女孩 能与她喝上几杯 女孩果断拒绝了 可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 女孩当晚下班 在车上遇上了喝多的闺蜜 女孩好心将人 带回弟弟的录像厅 怕闺蜜宿醉胃疼 让弟弟去给她买了网馄饨 还把自己的发生借给了她 第二天上班的闺蜜 被富商错任成女孩 闺蜜看着眼前的富商 心里小酒酒打得飞气 她和富商喝起了酒 富商温柔的态度 和哄人的话语 很快让闺蜜沦陷了 第二天一早 看着枕头里的鹅绒 闺蜜满心憧憬 她正沉浸在 飞上之头变凤凰的美梦中 富商接下来的态度 泼了她一盆冷水 原来富商的目标 一直是女孩 而她和闺蜜只是随便玩玩 当听到闺蜜和女孩是朋友 富商迫不及待要求闺蜜 把女孩介绍给她 并暗示是城后会给她好处 我没她好呢 你很好 她也很好 但是你不是她 闺蜜表示自己不会出卖好朋友 富商却不屑一笑 还暗讽闺蜜在夜总会陪酒的时 你在维多利亚亲朋友 回去后的闺蜜犹豫不决 转头看到富商送她的香水 几乎人手一瓶 想到富商接近自己 竟是为了女孩 相比自己赔酒赚钱靠身体过火 女孩那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 更让她愤愤不平 美梦破碎了 但钱可以赚 极度和利益蒙蔽了她的双眼 也抹灭了她最后一丝良知 闺蜜在心里按下了决定 随后她约出女孩 趁其不被在酒里下了药 随后留下不省人事的女孩 彻底将女孩推进了尼玛 女孩趁着闺蜜转身 握紧铲子就扛了下去 一铲子披的闺蜜头晕目眩 闺蜜转过身 看着女孩不敢置信 一句国骂还没有说完 随后披下来的第二铲子 让她坐着 女孩面无表情挥着铲子 一下 两下 三下 鲜血见了她一脸 看着闺蜜渐渐没了声息 女孩扔下铁锹摊坐在地上 到底是什么 让女孩对闺蜜下如此狠手 原来前一天 闺蜜给女孩下药 将她送到了负伤床上 之后还堵在女孩下班路上 毫无歉意不说 甚至出言挑衅 女孩忍无可忍 决定让这群伤害她的恶魔都付出代价 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女孩先假意顺同 约出负伤 用麻醉剂将负伤迷晕后绑了起来 之后眼看勒索不成 就直接送这个混蛋下了血 最后让男友将尸体扔下炼钢炉 可就当女孩收拾东西准备跑路时 她的闺蜜却找了过来 闺蜜问女孩是否准备和负伤一起去香港 因为昨天负伤约女孩的时候 她就在现场 闺蜜现在还不知道 负伤已被女孩杀掉 随即闺蜜问起负伤给了女孩多少钱 闺蜜本打算能要一点是一点 可没想到女孩却把所有钱都给了自己 顿时喜笑颜开 她没有一丝犹豫 拿过八十万的汇票转身就走 但她不知道如今的女孩已经变了 就当闺蜜转身准备出门时 女孩一铲子下去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闺蜜 此时她的脑中因为杀戮无比清醒 她凭借自己学艺的专业优势 将闺蜜的尸体分成大大小小五个带领 麻木地做着一切的时候 女孩酝酿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她独自一人来到卫生间 看着镜中的自己发了会呆 随即举起铲子 狠狠向自己的手指砍去 然后她将这根有着特殊纹路的小指 混入装有碎尸的麻袋中 让弟弟把麻袋分开抛弃 让大家误以为死去的是自己 而自己冒充闺蜜活下来 这就是她准备逃脱罪格的计划 童年被养父骚扰 一直活在被控制的阴影中 长大后又被闺蜜背叛 惨遭侵犯 一桩桩一件件 都是女孩步入罪恶深渊的推手 女孩最终逍遥法外 但她不知道的是 多年之后 她做过的一切终将真相大白 而在冒充闺蜜身份狗言残喘的日子里 女孩也被困在了那个漫长的罪恶的季节 一生无法挣脱